1月11日晚,2018,浙江省足球超级联赛颁奖典礼,在湖州举行省体育局局长郑瑶。 省政府参事、省足协主席夏海维省体育局副局长、省足协副主席张亚东、省政府参事、省足协副主席杨向国湖州市副市长敏云等出席颁奖典礼,与来自全省的足球工作者,共同见证了2018赛季这超联赛的完美落幕。 浙江省足球超级联赛是由浙江省政府领导倡议,由省体育局主办、各市体育局承办、省足协执行的全省水平最高、影响最大、参与度最广的11人制足球赛事,2018年的这超联赛在前两年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 赛季前,通过附加赛的形式,从全省各地预赛的优胜队重选拨了海宁美星球球队进入这超正赛,从而实现了参赛球队从前两个赛季的11支增加到12支的改变。 参赛队伍的增加完善了比赛赛制增加了比赛,可看性2018年9月7日,2018这超联赛在一无雷虎体育中心盛大开幕,经过11门比赛的激烈角逐。 各参赛球队都顺利完成了本赛季的这超联赛。 最终,杭州吴越前堂,宁波大谢银博,湖州乐伙,海宁美星,九九,获得2018赛季这超联赛前4名。 赛事自2016年启动以来,已经在全省乃至全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这超联赛的优胜队伍将有资格代表这将参加下一年度的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 冲击职业联赛。 2017赛季,2018赛季的这超联赛冠军,杭州吴越前堂,已经实现了从业于这超联赛上。 极致职业装业联赛的跨越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中国职业联赛赛场上。 出现了三名从这超联赛走出的球员,从业于走到职业赛场的突破。 体现了这超联赛,在提升我省足球氛围,打捞我省足球根基的基础上,具备了培养和输送优秀球员的能力。 葬天下午,浙江省足球协会期间二次职位扩大的会计足球工作会议,在湖州圆满落幕。 省足协全体职位及各式体育局,足协有关负责人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足协工作报告,并讨论了省足协有关人士议题会上。 宁波市足球协会,义乌市政府,唐州吴越前唐俱乐部,以及台州鸵鸟足球俱乐部等四家单位的代表,也在会议上进行电刑发言,兼致潘移红体谈报记者薛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